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 我们将聚焦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 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活动 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强调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对中国及世界的深远影响 并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邓小平的夙愿 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生 习近平提到 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就是要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并呼吁全党和人民继承邓小平的精神 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他强调 一国两制的方针是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根本遵循 并呼吁港澳同胞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此外 习近平还强调了邓小平在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的 不可磨灭的贡献 并呼吁大家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这场座谈会不仅是对邓小平的怀念 更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 习近平的讲话激发了与会者们的共鸣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纪念邓小平 继承他的伟大精神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3年8月22日 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外洋溢着庄严肃穆的纪念氛围 红旗飘扬 气氛热烈 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领导和各界代表齐聚一堂 共同纪念已故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120周年 在这场隆重的座谈会上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 申请回顾了邓小平的丰功伟绩 并强调了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 习近平的讲话中 首先突出了邓小平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他形容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并表示他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基础 习近平指出 邓小平的历史功勋 不仅在中国国内影响深远 对世界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他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财富 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及对国家统一的执着追求 在谈到邓小平的贡献时 习近平特别强调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构想为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如今这一方针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表示 实现国家统一是邓小平的夙愿 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当前 党和政府将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回顾了邓小平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贡献 他领导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习近平指出 今天的中国正是在邓小平开创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习近平呼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继承和发扬邓小平的伟大精神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断推进改革开放 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媒体报道中 《经济日报》特别关注到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 邓小平的历史功勋是全方位的 开创性的 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深刻和长远的 习近平强调 实现国家统一不仅是邓小平的夙愿 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这一观点在座谈会上引起了 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许多人表示 要以邓小平为榜样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香港电台的报道则聚焦在习近平对一国两制方针的重申 和对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支持 习近平表示 当前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他还提到 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坚定不移反对台独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明报》的报道则重点探讨了 习近平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刻阐释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继续深入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 完整准确理解其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 习近平指出 邓小平理论不仅包含了对社会主义规律性的深刻认识 还提出了许多重大结论 基本观点和正确主张 这些都是新时代继续前进的重要指导方针 然而 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 我们必须善于根据新的情况和问题 灵活运用邓小平理论 解决现实中的各种挑战 在座谈会上 与会者还深入回顾了邓小平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贡献 邓小平以其卓越的智慧和远见着实 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和措施 使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 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例如 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 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 他主张引进外资 技术和管理经验 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系列举措 不仅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 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此外 邓小平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为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 提供了制度保障 这一构想的成功实践 不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为解决台湾问题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习近平特别强调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毛泽东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习近平的讲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大家纷纷表示 要以邓小平为榜样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座谈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与会者纷纷表示 要以实际行动纪念邓小平 继承和发扬他的伟大精神 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通过这场座谈会 邓小平的精神和思想再次得到了广泛传承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 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庄重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强调邓小平的历史功勋 理论贡献 以及对中国和世界的深远影响 习近平指出 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 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习近平详细阐述了邓小平的全方位 开创性贡献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面 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政策 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 和一国两制构想 为解决香港、澳门问题 提供了根本遵循 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强调 实现国家统一是邓小平的夙愿 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 为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 提供了制度保障 也为解决台湾问题 提供了宝贵经验 习近平表示 当前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 和爱国精神 习近平还指出新时代新征程 必须继续深入学习 和运用邓小平理论 完整准确地理解其科学内涵 和核心要义 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 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和问题 灵活运用邓小平理论 解决现实中的各种挑战 新时代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坚定不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 习近平特别提到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毛泽东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 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他指出 邓小平在世时曾多次强调 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 必须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习近平重申要继续全面准确 坚定不宜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支持和推动香港 澳门 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实现更好发展 同时 坚定不宜贯彻新时代党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和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反对台独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习近平的讲话引起了 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大家纷纷表示 要以邓小平为榜样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努力奋斗 座谈会上 与会者还回顾了邓小平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贡献 邓小平以其卓越的智慧和远见着实 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和措施 使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政策 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 他主张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 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些举措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 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 此外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 为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提供了制度保障 这一构想的成功实践 不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座谈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与会者纷纷表示 要以实际行动纪念邓小平 继承和发扬他的伟大精神 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讲话中 强调国家统一是邓小平的夙愿 这不只是一个历史的怀念 更是一个现实的行动指南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 不仅成功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 还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蓝图 难道我们不应该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努力吗 哦 楚天书 你的热情我感受到了 但请冷静点 一国两制的蓝图在香港和澳门是有其成效 但你不能忽视台湾的独特性 台湾有自己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结构 简单套用一国两制未必解决问题 甚至可能激化矛盾 再者 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 这话听着像是催婚的家长 咱们看实际情况吧 谢其其 催婚比喻有点意思 但问题是 拖延确实不是办法 邓小平曾经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 而实现国家统一 可以为全体中华儿女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 想象一下 如果两岸能够统一 台湾的科技优势和大陆的市场优势结合在一起 那是多么大的经济潜力 楚天说 你的经济蓝图听上去像是买了一张彩票 梦想一夜暴富 可别忘了 梦想和现实之间有条大鸿沟 两岸统一确实有经济上的好处 但也要考虑到政治 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 要是用强硬手段统一 恐怕会适得其反 搞不好还会引发社会动荡 咱们还是脚踏实地一点吧 别老想着天上掉馅饼 谢奇奇 你这话有点像泼冷水啊 不过 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可以一步步来 先从经济上融合 再逐步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 看看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经济上的融合已经初见成效 政治上也在逐步推进 楚天书摸着石头过河是个好主意 只怕你这河里的水有点深 粤港澳大湾区的成功有其特殊性 不能直接类比台湾问题 台湾的民意和国际局势都需要考量 不能一味强推 再说了 历史上有多少次盲目推进带来了灾难 别忘了 欲速则不达 这可是老祖宗的智慧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